2010年北京民政局迎来一对特别的情侣 女孩身材高挑 滋容端庄 一看就是位美女 而她的情侣却异于常人 400斤的体型 俨然就是一个相扑选手的模样 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个美国人 这段恋情几乎被女孩所有的亲朋好友不看好 国内这么多优质男性 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外国胖子走到一起 就连女孩的母亲也是极力反对 但女孩依然坚持自己 最后瞒着父母和美国胖子私定终身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女孩死心塌地的要跟美国胖子结婚呢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执意嫁给美国400斤胖子的女孩叫王玉婷 1979年出生于黑龙江牡丹江市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 她一出生就是掌上明珠一般的存在 当然 王玉婷的父母作为知识分子 自然不会一位宠溺女儿 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引导 这也养成了王玉婷独立自主的性格 见惯了黑土地上的景色 王玉婷总是会对电视中外国的环境产生一种新奇感 她会好奇地问妈妈 外国是什么样呀 我可以去吗 王玉婷的母亲也是一脸宠溺地回应道 婷婷当然可以去啊 前提是你要好好学习 特别是要好好学习英语 要不然你去了外国 怎么和别人讲话呀 懵懂的王玉婷也是连连点头 想到 原来学好英语就可以去外国了 就这样上学时期 王玉婷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当然在运动方面 王玉婷也非常出色 这也让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 那时候暗恋她的男生数不胜数 但王玉婷对此都选择视而不见 她只想好好学习去看外面的世界 高考那年王玉婷果断选择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父母都为此欢心不已 女儿不仅考上了好学校 还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以后的人生想必是一片坦途 只带着一粮续便可幸福地度过一生 然而王玉婷父母没想到的是 他们只猜中了开头 却没有猜中结尾 大学毕业后 王玉婷选择留在北京工作 找到当地一家辅导机构成为了一名人士 也正是在这里 王玉婷邂逅了未来会相伴一生的男人 2009年 王玉婷像往常一样 在办公室里整理着文件 旁边的同事突然八卦道 婷婷你知不知道 咱们这马上要来一个新老师 是个巨胖巨胖的外国胖子 王玉婷笑道 我还不知道呢 人家胖归人家胖 你何必用巨胖巨胖来形容呢 再胖能有多胖啊 等你见到你就知道了 王玉婷的同事也不辩解 随后 这个外国胖子就来到教育机构面试 而面试他的刚好就是王玉婷 刚走进办公室 王玉婷就明白了同事当时那狡黠的眼神 好家伙 这人看着足有三四百斤的样子 不过王玉婷也没有太在意 工作归工作 和别人的身材长相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外国胖子名叫乔义来自美国 在面试时 他十分健谈 对于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十分自信 就这样 乔义正式加入了辅导机构 作为同事 王玉婷和乔义自然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可没过几天 乔义竟然直接向王玉婷要电话号码 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表达做朋友的想法 这种阵仗显然吓到了王玉婷 随后便以换电话 唯有婉拒了 乔义并没懂王玉婷的想法 反而展开了大胆的追求 王玉婷觉得乔义像狗皮膏药一样 怎么甩也甩不掉 他感到非常烦躁 直到一次偶然 两人的相处方式发生了改变 一次乔义无意看到了王玉婷的社交账号 随即他就记录下来 回家后就立马发出好友申请 但结果还是遭到拒绝 可乔义没有灰心 有志者施敬成这句话他还是知道的 转回王玉婷这边 虽然这次他像往常一样拒绝了乔义 但他的心里也发生了一丝转变 我总这样拒绝是不是太刻薄了 要不稍微接触一下事实 随着七夕到来乔义再次向王玉婷发出邀请 正当乔义以为自己会继续吃瘪的时候 王玉婷却莫名地答应下来 这让乔义大喜过望 连忙联系到一家高档餐厅 两人就这样简单地吃了顿饭 关系也没有太大的进展 万事开头难可这个头一旦开启 感情的溪流也会慢慢汇聚成一条爱河 随着两人接触越来越多 王玉婷渐渐地被乔义所打动 对方身上那种阳光、剑坛、体贴的品质吸引到了他 三个月后 王玉婷和乔义正式官宣 成为了一对不被看好的恋人 王玉婷身材高挑 滋容端庄 走到哪里都是人们关注的对象 而乔义同样受到关注 但他却是因为那足足四百斤的体格 成为了无数人的笑点 可王玉婷没有在意这些 他喜欢的是乔义的人 而不是乔义的外表 如果说现在只是谈恋爱的阶段 那么真正让王玉婷愿意死心塌地 跟着乔义的原因是因为一次求婚 两人在一起半年后 乔义带着王玉婷来到一家汉堡店 正当王玉婷低头吃饭的时候 乔义突然举起了汉堡盒子 一边说一边打开着 亲爱的你可以和我结婚吗 只见大大的汉堡盒子里赫然装着一枚钻戒 浪漫的氛围顿时充斥了嘈杂的汉堡店 这样突然且浪漫的求婚方式 想必任何一个女孩都无法拒绝 王玉婷也不例外 他深深地看着乔义 鼻子一酸害羞地点了点头 爱情虽说是两个人的事 不用再意外人的看法 但父母那边还是要有个交代的 当王玉婷给父母看了男朋友乔义的照片后 母亲看着照片中的胖子 一改往常好说话的模样 埋怨道 我的傻姑娘 你怎么找这么个大胖子 跟个相扑选手似的 我绝不同意你俩在一起 王玉婷的父亲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差点要上手教育女儿 自己含心如苦养大的女儿 如今要被这么一头猪给拱了 无论如何他也无法接受 面对父母的极力 抗拒 王玉婷心中的委屈油然而生 一气之下 夺门而出 当乔义再次见到王玉婷 看着心上人委屈巴巴的模样 也是心疼不已 他早已猜到了结果 便安慰起王玉婷 没关系 我会用行动改变他们的看法的 2010年10月 王玉婷和乔义来到民政局 不顾父母的反对 先领取了结婚证 虽然还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 但证件照上的两人 笑得还是像花那般甜蜜 婚后生活显然 不像谈恋爱时那样简单 生活的压力促使着乔义辞职 四处借钱 成立了一家外籍人才咨询公司 乔义见谈的风格 引起了不少人的好感 失业因此走上正轨 生活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 没过多久就和妻子在北京交了首付 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 好运总是接踵而至 一个小生命悄然而至 更是让两人的生活锦上添花 王玉婷即将身为人母 自然也想和父母分享这份喜悦 王玉婷的母亲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即使心里再怎么埋怨女儿的一意孤行 也依旧坐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初见乔义王玉婷母亲摆着一副臭脸 生人物尽的样子让乔义也是无从讨好 可这并没有打击到乔义 她竭尽所能地讨好着丈母娘 手表 衣服 首饰 就连丈母娘最喜欢的麻将也被细心的乔义安排到位 看着女儿越来大的肚子和乔义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王玉婷母亲也是于心不忍 心里开始慢慢接受这个女婿 在一次聊天中 王玉婷母亲才了解到乔义原来有着一段凄惨的身世 1979年乔义出生在美国芝加哥 和王玉婷是同年出生 但不同于王玉婷的受宠 乔义在两岁的时候 父亲就不幸去世 只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 乔义上有姐姐下有妹妹 就这样 母亲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为了让孩子们的生活得到保障 乔义的母亲在一年后又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而这个继父也成了乔义童年噩梦的开端 继父表面上是个好好先生 可是在妻子不在的时候 他便会将自己童年遭受过的噩梦 变本加厉地施加到乔义身上 年幼的乔义不明白继父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但当他看着母亲、姐姐、妹妹没有遭受到这种伤害时 善良的乔义只好为了家庭、和睦而委屈求全 生怕告诉母亲后会再次离婚 找一个还不如现在这个继父的人 随着乔义的长大 继父对他的折磨、手段也换了种方法 他不再一味地打骂乔义 而是逼迫乔义吃下汉堡、炸鸡、披萨等各种高热量食品 乔义也因此越来越胖 成为了同学们笑话的对象 直到乔义十岁那年 母亲才知道其中带的真相 一气之下选择离婚 正当乔义以为自己摆脱噩梦的时候 新的痛苦也随之而来 母亲离婚后因急性肺炎不幸离开人世 没了父母的乔义 只能去往孤儿院生存 他总是感叹命运的不公 但依然以善意和坚强回应着世界 1997年乔义离开孤儿院 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涯 而他也是十分刻苦地学习 希望能在毕业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好在成绩优异的乔义成功毕业 成为了一名银行职工 他在这里认识了一名中国同事 同事本着中国热情好客的观念 不断邀请乔义去中国游玩 乔义听说那里是一个平等、祥和的国度 没有骑士、没有枪支、没有各种示威游行 他也因此对中国充满了向往 2009年满心期待的乔义 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 而他的第一站就是北京 可他却没想到 这第一站也成了他人生中通往幸福的终点站 听完了乔义悲惨的人声 王玉婷的母亲顿时泪流满面 他开始自责 如果早知道是这么个命苦的孩子 我说什么也不会这样对他 王玉婷母亲的心里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他开始将这个胖女婿当成亲儿子一样 看待不仅在老伴面前说尽女婿好话 还开始监督其女婿的饮食习惯 一家人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 没人再对这个胖女婿存在偏见 2012年王玉婷生下一名男孩 细心的乔义专门找到老丈人 声称孩子可以跟随母姓 乔义儿子王吉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2015年乔义夫妻俩再次生下一名男孩取名王恩 正是因为童年遭受到非人对待 乔义便将这份委屈换成加倍的爱 给予到孩子身上 他陪伴孩子的时间甚至比妻子王玉婷的时间还要长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 虽不富裕但足够温馨 2017年乔义受邀参加综艺中华情 他在台上大方地介绍自己 称自己一名是四百 四百金的四百 而且还说自己只不过是只癞蛤蟆 而妻子王玉婷就是他的白天鹅 如今王玉婷和乔义都已经43岁 依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而乔义也以自己的名义成立了四百基金来援助那些可怜的人 乔义总是将自己对中国的感情挂在嘴边 我是一个孤儿 我在中国找到了工作 找到了爱人 找到了归属 我的爱与人生都在中国 我爱中国